欢迎收看台湾亮姐来 洗澡 您可知道不能言语 与翻身的老人家长期卧床 已经多久没有洗一个舒服的澡了 当身上的脏污与尘埃洗净之后 您看最后老人家露出 这样的一个满足充满感激的笑颜 催生道府沐浴的人 是这位在医院担任精神科行政主任的李世红 他看见医院里头是能老人 在人生最后一里路上 就连洗个澡都成了奢求 决定到日本学习如何道府帮人沐浴 2008年他带为专业的道宅沐浴车 从全台湾老年人口最多的家义开始 免费帮低收入户的身能老人洗澡 这台特制的沐浴车 里头有方便携带的组合式浴槽 只要有一平大的空间 他们就可以这样子把浴缸组合起来 然后铺上专业的身体防护网 从车上连接各式特制的冷热水管到浴缸 那么除了充分测试适合的水温之外 还会在老人家身上盖着大毛巾 让失能的老人家很有尊严 又很舒服地洗个澡 你知道吗 有些老人家原本看起来几乎是黑的 洗完之后才发现 人家可是拥有百息的肌肤的 不过要这样子 把老人家从病榻上搬起来 放进浴缸里 不是一个人可以完成的 这三人一组的专业团队 可是搭配专业的护理师和照顾员都 带你来看 洗澡是在简单不过的事 但你曾经想过吗 有天洗澡也可能成为 最奢求也最困难的事 好 阿嬷 你放的就好了 你放的就好 七年前在嘉义 有一群被称为猛狼的团体 每天开着物绿车上身下海 到处帮失能证 和低收入户老人 免费义务洗澡 好 阿嬷能往里往这边 好 上去一点 八十岁的年纪插着鼻管 没把自己单身也无法言语 长达一年没洗过澡 只能靠年迈的先生 外邮帮忙擦澡 只是长年下来 皮肤已经干燥均裂 一旁和我们谈着 道府沐浴里面的李世红 顾不得镜头 眼眶瘦度泛红 他不是李奶奶的家属 他是台湾道府沐浴的催生者 但他的正职却是 医院里精神科行政主任 只是他说 他更喜欢拿掉头衔后的自己 没有名片束缚的那个他 是个在台湾角落里 协助失能 落床和贫穷老人 洗澡沐浴 帮他们重拾干净尊严的 一介平凡人 落床的人其实 没有知觉吗 是他们表达的方式 你不能了解 或者是他们心里 在呐喊些什么 我们不懂 人类最基本的需求 我相信 不管任何一个人 都一样 需要一个身体舒适的干净 需要一个尊严的目的洗澡 长久在医院工作 黎世宏看尽了 失能者和病痛老人 在人生最后一段路上 想洗个澡 寻求干净尊严 都成了奢求 八年前 他决定动身前往 有四十年 到达了沐浴经验的日本 学习专业道府沐浴 他引进了这台道府沐浴车 先从全台高龄人口最多的家议开始 草创奇 他每天和三位接受过专业 密语训练的居家服务员 到处帮人洗澡 也看尽了忍世间的无奈沧桑 我们在沙路曾经看过一个长辈 一个奶奶 十年没有洗澡 那我们进去的时候 其实房间的味道是很难闻 那阿嬷也曾经说他 说他曾经被老鼠咬过他的脚 那还没有洗之前 真的很脏 你能想象十年没有洗澡 那种皮肤的污垢 那我们的工作人员 帮他洗完之后 我们赫然才发现 其实奶奶的皮肤是白的 洗完之后完全是不同的颜色 专业盗补面语 洗一次澡必须三个人合作 曾经有六年帮人沐浴经验的志明 当过精神科介护员 因为认同黎世红的理念 从此也一脚踏入 盗窄沐浴的工作 洗澡时每个步骤 该有的专业口令 志明精准到位 来 安心来哦 我们的汉汽起来哦 来 来哦 一旁有着可爱酒窝的照顾员 辛华为了做道宅沐浴 至今还没有结婚 温柔的她喜欢用抬抗的方式 舒缓阿嬷的压力 阿嬷你这样买什么 没有 你没听着呢 阿嬷阿公出去去土地跟你说吗 有啊 我自己洗没法洗 打两个三个也没吃到的演 危险啊 因为她整个没有力气 整个都放给我们 那个重量真的 我们没有办法 万一没有报好的话 摔下去整个全部更严重 爸爸很欢迎 我妈妈也很欢迎 所以说洗洗 她就很舒服 很轻松 就一直睡了 你看 躺得冷凳凳了 沐浴车常常得山上 海边到处跑 路途遥远 一天顶多只能洗三个个岸 继续来到的这个个岸 是在嘉义西火厢 老周的三河院 因为环境不够大 所以三个人得小心翼翼把浴缸搬进屋内 好了吗 好 一 二 三 装上特殊附网 胃头致命 且再三测试热水器和水温 再把特质的冷热水管拉进房间 三河院主人陈大哥得一个人照顾三个 不但尚有高龄父母 身边还有生病瘫痪的妻子 只能靠种田养活全家 还好有了沐浴车的帮忙 让瘫痪的妻子能够洗个舒服的澡 虽然还可以把女女 但还好细心的团队会在地狱前 用温度计测好水温 因为我们不是会量血压 大家会跟我们讲说 大概是要几个一样 因为有时候按理解 人家的心肝会跟着血压会不一样 所以我们太多一步 一切就因为团队轻轻地把阿姨抱起来 来 伴起来 来 伴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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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了吗 来 一 二 三 伴起来 温柔的安抚声音 让阿姨少了紧张 这时只见护理师小珍 用毛巾的手势很特别 他让擦拭的每个部位都不会重复 我们毛巾也有日本专业的折法 它每洗一个地方不会重复 一直重复在那里 他们坚持洗澡时一定得替个案 盖上大毛巾 让失能者和老人保有尊严 太太刚洗完澡 舒服的模样 大哥也松了口气 让我一种是有压力 对他来讲 今天很好啊 都可以感觉 翻来翻起来 因为我干擦的时候 干擦 我擦着 我要把边在边一边 然后它这样泡在里面 它躺在里面 但他们的专业 让我们最惊讶的是 刚洗完的沐浴缸下头 蓝色变得上 居然一滴水都没有 笑 笑 拜拜 再见 带着家属满满的感谢 还有巴徐老爷爷 老奶奶洗完造时 露出难得可爱的笑容 这是支撑着团队跟黎世红 继续在开着沐浴车 上山 下海的动力 虽然2014年 道府沐浴的服务量 已经满载 后头需要帮忙的 还在迟迟等待 为了让更多人 能够走入照护领域 中华社会基金会 看到了也是能导人 照护的重要性 全力支持黎世红的想法 甚至在嘉义开设了 全台唯一一间专业沐浴教室 不但请来日本老师教授 甚至提示 跳进地缸 亲自当model 让学员们一天坐一天学 他在学校图了 都学校图了 旅游车 九个人 小小的力量 就这样全台洗透透 从北北基洗到了高高坪 这一路 构起了203个个案 只是一路洗下来 才赫然发现 小小的台湾 从城市到乡下 居然隐藏着这么多 需要被洗澡的人 是 海星 老师 小老师 你把我平安啊 可不可以站在一起啦 对吧 小妹妹 小嫖啦 小嫖 多宁啦 非常лан心 还是很舒服的早 你要开心一点 是不是呢 我到底高兴呢 她要这样 我才开心 我都开心到笑 可是她要 家屬通常都是用着很感谢的眼神 然后抱着我们的胸部 握着我们的双手 甚至感谢很多 但是我们最怕听到一句话就是 他抱着我们问说下次什么时候来 因为我们自己的家 家义还是有老人要照顾 所以我们不晓得怎么回答他 所以很期盼就是 有更多人来做这样的事情 还没有人做他们先做 他们做到了 连回忍子女都无法做到的事 每个失能老人 隐弱的身躯握在他们手上 是一份认重道远的责任 老公 这样洗了会比较紧张吗 没有 没有 谢谢 谢谢 爱看吗 没有 没有 也许他不会说话 他只是可以轻轻地笑容 如果有的阿嬷或阿公会出发 那你在跟他聊天的过程中 他多讲一些他的事情 你会觉得真的 有时候听了眼泪都会不自主 小脚落里的平台英雄 没有名片 没有头衔 他们只希望把洗澡 这被遗忘的幸福 借着他们的守恨爱 温暖地传递到心虚 他们念头只有一个 希望来得及帮助更多人 在人生最后一旅路上 洗上一个干净 舒服又有尊严的澡 这是人生最后一旅路的尊严 宁可曾想过 自己可以为小baby洗澡 但有没有办法 为无法言语与行动 卧面在床的长辈 这样子洗澡呢 这一群开着行动沐浴车 到处帮宿命评生 却隐身在各个阴暗角落的 失能老人洗澡的人 真令人打从心底 彻底地佩服他们 而在偏乡崎嶺不平